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一失录 时间中华民国108年3月20日 星期三上午9时至11时42分 地点红楼森林会议室 出席委员罗志正等12人 列席委员陈一杰等16人 列席人员 乔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及所属人员 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科长戴军方 主席蔡交集委员适应 报告事项 一 宣读上次会议一失录 决定 确定 二 邀请乔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业务概况 并备质询 本次会议采报告先公开后秘密 寻答公开这方式进行 乔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 委员罗志正等13人质询 均由乔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其所属等及其答复 决定 一 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寻答结束 二 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 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这资讯 请乔委员会于二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制本会 委员令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 三 委员马文君等二人所提书面质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三 处理院会交付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乔委员会主管预算冻结案 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知等三案 决定 报告完均同意动知并提报院会 讨论事项 一 审查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 关于乔委委员会主管信托基金 装手跟公益基金 受理捐赠乔生奖助学金基金 决议 乔委员会主管信托基金审查结果 一 装手跟公益基金 基金应用计划部分 应依据业务收支支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总收入23000元兆列 总支出28000元兆列 本期短处5000元兆列 二 受理捐赠乔生奖助学金基金 基金运用计划部分 应依据业务收支支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总收入 原列456万1000元 增列捐赠收入35万元 其余均兆列 改列为491万1000元 总支出456万7000元兆列 本期短处原列6000元 增列35万元 改列为 剩余34万4000元 三 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乔委员会主管信托基金 双手跟公益基金 及受理捐赠乔生奖助学金基金 附属单位预算 均审查完俊 四 受理捐赠乔生奖助学金基金 附入刊物表交付本会 审查结果送财政委员会会整后提报院会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蔡招姐委员致应出席说明 四 有关委员提案内容文字 及金额在不影响提案原意下 授权议事人员修正处理 二 处理院会交付108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乔委员会主管预算冻结案等14案 决议 以上14案处理完俊 同意动支并提报院会 以上宣读 我想请教在场的委员对于这个议事录 有没有疏漏或错误的地方 如果没有任何意见的话 那我宣布议事录确定 那请医事录宣读报告及讨论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 一 审查外交部韩颂 中华民国政府与贝里斯政府间 公卫医疗技术合作协定案 二 审查外交部主管 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 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中华民国委员会 108年度预算案 以上宣读 好 那我先来介绍 今天目前参与的委员 有我们陈曼历程委员 还有吴奎育委员 那我介绍我们今天所有与会的 我们贝巡的名单 第一个是我们外交部政务次长 徐师姐 徐师长 那因为徐师长下午有事情嘛 所以下午是由我们长次 曹历杰曹次长代理 好 领务局副局长 周中兴副局长 局长出国 来 亚东太平洋师副次长 张军宇 我们市长也出国 台湾日本关系协议秘书长张淑林 10点45有公务嘛 是不是 好 所以有副秘书长 来 亚西齐飞舟师师长 刘邦志 欧洲师副师长 柯良瑞 师长不在就对 北美师副师长 陈慧珍 师长也不在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市师长 余大雷 调约法律师师长 梁光松 国际组织师师师长 陈龙敬 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师师长 叶飞比 国际传播师副师长 黄志阳 陈师师长不在吗 有公务 好 阵风处处长 尹为志 主机处处长 严忠勇 公众外交协调会执行长 陈献章 和李献章 更正 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 赖明奇 强远法人国际合作发展 基金会副秘书长 史立军 秘书长不在就对了 出国 再来 财党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 廖福特 财党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中华民国委员会秘书长 邱达生 好 那另外就是我们 卫福部国际合作组 副主任赖丽颖 法务部参事 罗龙前 行政院主计总处科长 戴全方 OK好 那现在好 先请外交部徐市长 就中华民国政府与贝里斯政府 兼公卫医疗技术合作协定报告 来 那市长因为我们今天的市长 我们今天议程蛮多 所以你都检要报告就好了 好不好 请外交部检要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中华民国政府与贝里斯政府间公卫医疗技术合作协定 为了增进台北的友好关系 及贝里斯政府 希望加强双边的公卫医疗合作 本案经过我驻贝里斯大使馆与贝国政府 谍次磋商协定条文的内容 于104年11月18日将达成共识的协议草案 转成行政院核定 四该协定于105年2月10日 由当时的驻贝使馆 何大使 登黄与贝里斯卫生部长马林 在贝国共同签署并生效 效期五年 届满自动逐次展颜同等效期 该内容主要 该协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本合作协定各条款 适用协定生效后执行之子计划 二 本合作协定以公共卫生 疾病防治 诊疗服务及技术转移 为主要优先合作项目 一 贝里斯政府的需求 协助医视人员能力建构 协助建立特定疾病个案分析 及追踪管理机制 三 双方透过不定期 不同层级的对话方式 商议可能的合作计划 四 双方政府的义务 及特权豁免 五 双方的资讯使用 及保密义务 六 本诚信原则 以协商方式 解决本协定衍生之争议 七 本协定自签署日生效 效期五年且起满 自动展颜同等效期 其修正应经双方书面同意 任一方得以书面通知 终止本协定 终止效力 于通知后六个月生效 这个计划主要的内容包括 一 强化慢性病预防 及公共卫生能力 二 专业慢性病疾病的 照护能力建构 三 协助强化贝里斯 卫生资讯系统 四 提出流行病学统计分析报告 此外 上年五月 世界卫生大会WHA召开的期间 本部与卫生卫生部 合作办理了建立伙伴关系 强化健康照护体系 以国合会经验为例的分享会 其中就是以贝里斯慢性肾脏病为实例 分享我国推广公卫合作的成效 为了继续展现此计划推动现况 本年一月 继续在贝里斯与贝国的卫生部 共同举办了台北慢性肾脏病论坛 成果发表会 邀请了我国在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海的友邦 花地马拉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圣克里斯多福 及尼威斯圣露西亚等相关代表 继200人与会 这个会中除了肯定台湾智力 协助贝国解决医疗的问题以外 更重申支持我方以观察员身份 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的机制 有效提升我国在公卫医疗的能见度 以上报告 请各位委员不令执政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那他请教一下 卫福部跟法务部 有没有补充报告 没有啦 好谢谢 那接下来请外交部 继续就我们外交部主管的 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 及台湾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中华民国委员会1080年度的预算案报告 好请 那一样请我们次长就简要报告就可以了 首先报告 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资金 第一 资金来源及运用说明 本会依据大院 84年12月19日 三读通过的财团法人 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设置条例 正式成立 于民国85年7月1日正式成立 基金的来源包括 成立时概括承受前经济部 海合汇资产及负债 即新台币116亿 1434万元 以及86年接受前外交部 海外会海外技术合作委员会 结算新台币442万元 其后于88年及90年 由外交部两次编列预算 捐助新台币6亿元 及易住本会办理 民间业者负有邦交国家 投资受信保证业务 所需资金新台币 2亿508万元 创立及捐赠基金 即新台币124亿6884万元 截止107年12月底 基金进持约为 新台币156亿1868万元 本会办理投资贷款 技术合作捐款及赠予等业务 其中投融资等业务所需资金 得以动用基金方式拨付 至于技术合作 国际人力培训 人道援助及管理及总务等费用 均由基金资行支应 108年度的预算编列情形 根据本会设置条15条规定 会计年度开始前 应订定工作计划 编列预算 提醒董事会通过后 报请主管机关 循预算程序办理 收支及余处 一收入 108年度本会总收入 预算 即新台币13亿7868万元 支出 108年度本会总支出预算 即新台币14亿6914万元 108年度收入扣除支出后 预估将短处新台币9046万元 较107年度预估短处9027万元 增加19万元 108年年度业务规划的重点 一 配合蔡总统 踏实外交 互助互惠的外交方针 本会作为专业的后援 专业的员外机构 将遵循进步伙伴 永续发展的愿景 与合作的国家 互惠共融为目标 达成本会加强国际合作 增强对外关系 同时本会也呼应 国际发展的趋势 运用比较优势的项目 结合公司部门的资源 强化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 整合资金人才技术三个面向 一 世界通用的计划 循环管理方法 推动符合合作国家需求的计划 二 本会目前推动业务的执行方式 包括技术合作 投融资 国际教育训练 其人道援助等 本会各项业务的重点规划如下 一 技术合作业务方面 本会接受外交部委办执行驻外技术团 专案计划及外交替代役等业务 此外 本会呼应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 中的议题 持续整合国内公卫医疗资源 推动各类公卫计划 本会除了借由安排合作国家的医事人员来台参加医疗技术训练课程 以能力建构方式 培养友邦医疗人力资源 并透过派遣海外志工协助友邦或友好国家发展或人道援助专案 二 投融资方面 配合伙伴国家需求及国际发展议题的潮流 适时运用投融资工具 推动有偿援助 本年度推动的主轴在农业发展 经济基础建设 环境保护及扩大国际参与等领域 并在合作案件中纳入绿色经济及包容性成长两项的重要因素 三 国际教育训练方面 本会办理各项专业研习班及职训班 邀请友邦及友好国家官员 学者来台参训 分享台湾发展经验 并与国内外的国内的大学合作 开办大学硕士及博士学程 提供奖学金 鼓励友邦及友好国家 有志青年来台 进修学位 四 人道援助方面 为协助友邦及友好国家 遭受重大天灾或人道危机的复原与重建 本会将持续与重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维持密切联系与交流 以适时协助执行相关人道援助计划 协助寿源国因应灾害的冲击 并借以增进我国与寿源国的双边关系 以上是本会108年度预算盖要报告 其次关于财源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 本基金会是亚洲第一个国家级的民主基金会 旨在全民共识的基础上 有效凝聚政党民间组织及全民的力量 推动民主与民主国家 相关社团政党智库学界及非政府组织等 建构合作伙伴关系 该基金会虽有本部逐年编列预算补助 但仍属于独立运作超越党派的非应力组织 其重要工作为积极连结国际性组织 建立民主价值同盟 以建立台湾在区域甚至全球民主推广活动中的地位 二 深根本土公民社群持续扩大社会的参与层面 建构国内NGO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平台 三 支援国内各政党 从事促进对民主与人权的理论与实物的研究 并推动国会外交及国际民主交流 四 支持国内外学术界智库 积极办理各项学术研讨会议 并定期初刊学术刊物 中文的台湾民主记刊 英文的台湾民主期刊 及中国人权观察报告中英文版 五 每年举办亚洲青年领袖营 六 每年举办亚洲民主人权奖 以上是关于财团法人民主基金会的业务 其次关于财团法人太平洋基金经济合作理事会 中华民国委员会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CC 是亚太地区产观学代表所组成的区域合作经济组织 成立于1980年 是太平洋各国讨论亚太经济合作 APEC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及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等重要经贸合作议题的平台 PCC目前是APEC的观察员 出席APEC各项中卧会议 并提出政策建议 财本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中华民国委员会 于1986年加入PCC 历年来积极参与PCC 经由研究议题及后职人脉 成为PCC的重要成员 CTPECC目前担任PCC特别基金保护委员会的主席 及常务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成员等重要职务 积极倡议及参与PCC国际研究计划 每年并在台湾举办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国际研讨会 太平洋企业论坛 国际政经讲座 以及出版中英文研究刊物等 相关研究与办理国际会议或活动的成果 均提供本部及相关部会参考 对于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活动 争取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卓有助益 此外 CTPECC 积极在APEC提出多年期的国际计划 主题锁定在区域经济整合面向 目前由CTPECC主导的国际计划为 重启区域经济合作因应新常态 计划与本年在台办理国际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产官学的专家学者与会 进行意见交流 CTPECC设立基金为新台币1500万元 由于仅由基金资席不足以支应营运所需 因此由本部逐年编列预算提供补助 作为协助CTPECC维持营运 及配合推动政府 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相关议题的经费 以上 我们现在开始寻答 我们本会委员因为今天有案子非常多 所以我们把识讯时间简短 本会委员4加2分钟 非本会委员2加2分钟 试炼登记截止 那现在首先第一个我们请江启臣江委员 好谢谢 请邀请次长 好请次长就北巡台 这样好时间有限我先很快 第一个索罗门有没有邦交的危机 有没有 帮我委员 索罗门目前的情况算是平稳 但是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那为什么兰德智库跟Lowin Institute 纷纷提出有可能生变 尤其在他们总统大选之后 兰德智库是根据Lowin Institute讲的啦 那Lowin Institute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 是澳洲重要智库 是是是 兰德也是美国重要智库 是 这些智库会乱讲话吗 那倒不是乱讲话 应该不会空穴来风 Lowin Institute的说法有两个根据啦 那我先问一个 执政党 索罗门执长曾经表示 如果胜选的话 要重新审视跟台湾的外交关系 有没有这样子的讯息 都是执政党在他们的那个竞选政纲里面 提到这个事情 可是呢 我们有要求他澄清 他也在媒体上做了澄清 他澄清什么 他澄清的意思 麻烦那个 拿去给委员参考一下 你先讲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对不起 他的澄清是说 这个并不是 并不是在检讨 跟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关系 而是说 我们的援助应该怎么使用 所以是拿这个来威胁我们说 你那个9亿元 要不要付是不是 你知道 他倒不是个威胁 他倒不是个威胁 有2800万关于新建场馆 他们要举办运动会的场馆 对不对 当初这个吴钊燮部长 来这边还讲说 这个9亿的计划 是三营的计划 那现在如果 这个邦交 有可能生变的话 请问这9亿我们怎么处理 这个关于场馆的事情 实际上 这个最近 我们大使已经跟 索国政府签了一个MOU MOU签了 对 钱还没付吧 没有 当然还没有 所以可能钱还没有付 所以他就先这样讲 然后 make sure说你将来 钱会付 因为任何一个新任的总统 他不希望看到他举办的运动会开花 对不对 那既然中华民国 有这样的承诺 所以他当选之后 他确保这个承诺可以履行 所以会讲这样的话 第一个 可以知道 他在play这个game 第二个 对我们也构成压力 因为是邦交嘛 对不对 第三个 就是明白地告诉你 我当选以后 我要重新检视我跟 中华民国的关系 这里面会有一个关键的承诺 就是这2800万美元的承诺 市长对不对 我想这个 场馆 场馆这个东西呢 我们已经跟他签了MOU 那后续的 还需要跟建设公司等等进行安排 但是他们以后选后他会换公司 这个讯息我只是要告诉你 今天总统出访 也没有来这里 没有安排到所罗门 的确没有 对不对 是 那你们必须要小心谨慎 是是是 这已经很明白地在警示我们了 是是 对不对 所以这就告诉你了 我们这笔钱 这笔钱 真的有可能变凯子 这是一笔不小的钱 2800万 给 答应给 承诺要给 结果还讲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外交部要检讨哦 如果我们跟所有的关系 不是只有仅止于所谓的援助的邦交关系的话 不应该拿这样的话公开来讲 这个对我们很伤 把我们当砍死 我们愿意帮忙这些国家 我们愿意帮忙这些国家 可是外交的运作如果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对我们是蛮伤的 市长 这个你们真的务必要检讨 再来你们最近花了不少钱哦 有几笔我都觉得很怪 不是很怪啦 我也觉得我们 我们不小心是凯子 还是变成所谓的 所谓的 暖实力 不是软实力 是暖 很暖啊 哦 啊 我这边举个例来讲哦 最近3月12号外交部宣布 每 连续5年 每年捐给美国国务院 国际宗教自由基金 每年20万元 5年就是100万美金 今年的2月20号 我们要提供尼加拉瓜 1亿美元的贷款 就是30亿台币 2月14号情人节 捐助委内瑞拉 50万美元 合计新台币1500万 作为所谓的人道援助 去年开始每年50万美金 捐给美国的全球 反恐人道援助计划 哦 每年50万美金 对不对 再来去年 总统说 要给世卫WHO100万美金 这100万捐不出去啦 因为不知道捐给谁 我们也不是会员 所以 我觉得这里面 里面有几个荒谬的地方 第一个 委内瑞拉是我们的邦交国吗 那里斯菲拉是吗 不是 不是嘛 不是 那我们凭什么捐给他 我们用什么管道捐给他 我们用什么明目捐给他 50万美金 这是2月20号 不是 2月14号 我刚刚讲 情人节那天 到底是什么原因捐50万美金 回答一下 for what 各位好 拉美斯 我们是基于这个 人道考量 因为我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这个 人道考量 来 把去年的预算拿出来看一下 你们所编列的预算里面 108年度的预算书 对国际关怀的救助 跟重建 编列的1亿2千4百万 我们也给你们的 可是这里面你能够 对于 对于这些 国际之间的重大灾变 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受灾国提供粮食 医物 医疗 医药 器材 一般性物资的援助 还有疫症 等等 不是现金哦 不是现金哦 报委员 这个也不是现金是物资 是哪些物资 等之 以药品 还有儿童的营养品为主 请问跟国内哪一些单位来买 是在 因为是在当地 所以是在就近国家采购 是就近国家采购 为什么不从台湾采购 因为运费会超过 运费超过这个价值 那我们的国和会咧 我们国和会为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 因为国和会不在我那边啦 台湾也不在我那边啦 你也不在我那边啦 我的意思说 这笔钱 这笔钱 如果从国和会里面去出 会不会比较恰当 我们也没有邦交关系 报委员 纯粹是基于国际人道的话 那国际合作基金会不是应该做这些事情吗 报委员 国会主要是执行一些计划 这个不是 就是立即解决他们的一些 比较急难用的物资啦 好那我再请教 国际宗教自由基金 每年二十万 每年二十万 请问从哪里出 您是哦 讲那个给你 这个三月十二号答应的 是是是是 总共一百万美金 这个 这个去年没有编列计划 今年没有编列计划 的确的确 那今年是从北美斯对国际的关怀救助及重建向下 那本来这里面的钱是给了那个您刚刚说的 参与全球反恐人道援助计划 那么剩下还有九万 那么九万 那还差十一万 还差十一万 现在是不是美国叫我们交什么钱 我们就一定都要交 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从反恐 嗯 然后到现在的 所谓的宗教 啊 未来会不会再有其他 然后这一些 通通不是在前一年的预算你们提出来 都是当年 你们决定了 就 就OK 就直接给了 我们这边也没有同意 好 你们就直接给了 然后 而且一答应都不是今年 都是一答应五年 甚至是未来几年 我们都不知道 哦 这样子的给法 请问有接受到国会的监督吗 有吗 包围 我们是从这个 其他的十一万是从本部的 统一个项目的预算下面来协调之意 我知道 可是这些钱的明目 如果你们认为 这个是预算当中要发生的 你们应该前一点提出来啊 这都是突袭式的做法啊 不是吗 这个 我不相信 这件事情 国际宗教自由基金 这个会议 跟要捐的钱 你们前一年没有再规划 然后是临时性提出来 去年 国务院 好 没关系 我想这样子 跟我讲的是没错 不过因为时间到了 能不能在最后你简短做个结论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只想告诉你 这些钱的编列 你们前一年如果再谈了 请你列在预算 不然你在预算说明的时候 你要跟我们讲 然后你现在 这个不是二十万美金 或者一百万美金的问题而已啦 而且你一答应 就答应五年 那万一我明年不捐了咧 我可以不让你捐 可是你国际承诺了咧 那你是拿美国的压力来押我们的国会吗 是这样吗 那你明年要不要编列在预算里面 你要 明年要编列 你跟反恐一样 你要嘛 你要编列嘛 那你认为国会都会答应吗 我凭什么一定要答应 对不对 而且你一答应答应五年 你当凯子 那我们咧 我们就当傻子吗 包委员这不是凯子啦 这还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外交体制 外交利益是外交利害外交政策 国会监督是国会监督 不是你讲的算 这是所有人民的纳税钱 今天你说二十万一百万就这样给 那我们在监督什么 今天人民会问我啊 你凭什么给他一百万美金 你凭什么动不动就五十万美金 你凭什么动不动就一亿美金的贷款 然后两千八百万美金盖运动场 现在被人家拿来威胁 我可能要跟你断交 你不给我两千八百万也跟你断交 变这样子 好非常谢谢我们张启臣江委员 我请你们花钱啊 不要乱花啦 钱很难赚啊 好谢谢江委员 我想外交部在做相关的国际承诺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事情 你在预算上没有的时候 我想你应该先跟国会报告这件事情 是比较符合预算法 不然如同刚才江委已经讲了 如果国会不同意的话 到时候你的国际合作你也很难做下去 是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赵天宁赵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请徐次长 还有郑峰处影处长 还有郑峰处影处长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鸿旭 周鸿旭是这个陆生 然后也具台商的身份 然后被他们上海的党务人员这个收买 然后呢成为共谍 然后来台湾来这个收买秦资 然后被判刑这个一年两个月定验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然后呢这个根据整个定验的这个案情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2016年透过有人认识了外交部的A男 然后呢 然后开始跟他攀谈 然后呢继续好像听到他有认为 在外交部并不是那么仕途如意 所以他就开始引诱他 然后表示说他给他这个每季一万美元 然后只要他能够为中共来工作 然后呢还可以到国外去这个旅游 然后呢交付酬劳之类的 那当然结果是这个A男并没有答应他 甚至还进一步就去这个跟这个法务部 就司法单位检举啦 检举 那这个事情当然就爆发开来 那我们主要呢就看一下外交部怎么反映这个事情 外交部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在2017年9月19号表达 是认为说就是因为 这个我们经常有宣导 所以我们的这个有这个保房的想法 所以呢并没有被他们得逞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你们会持续做这样的一个宣导下去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然后呢但是端传媒后来呢 再进一步在2017年11月1号再问 说到底对A男这件事情 外交部是了解到什么程度 那外交部当然就说 其实并无所惜 好那所以呢就是相关案情要问调查局 那我们呢就是也就去问了这个 正风处嘛 就是到底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答案还是一样 即便已经到了判决定验了 那这件事情 目前还是要以司法单位的这个了解为主 好首先我第一个问题问一下次长 你到底知不知道A男是谁啊 报告委员我并不知道A男是谁 那处长也不晓得吗 报委员 我们没办法证实这个A男到底是本部的同仁 从这个官方的新闻发布里面 或是我们想得到起诉书或判决书都不知道 没办法证实这个人的身份 好OK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 这个A男啦其实他应该是做对的事情 他可能也是被害人 甚至是关系人 那因为他就是去检举的嘛 才帮这事情爆发出来 我们不是要去 我不是要去找A男是谁 我只要谈的是说 这个A男他是什么职长 掌握了什么资料 他做了什么业务 以至于中共会对他有兴趣 那除了A男有没有BCDEFG的男男女女 到整个外交部的保房业务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没有加强安全维护的必要 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会不会在通报义务跟保房上面出现的漏洞 导致中共他的共谍往外交部这边来 进攻进来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我就直接针对我们法治上 我们不用在这边做好像聊天式的讨论 外交部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 一个就是住外机构人员保房注意事项 跟住外机构安全保房实施要点 里面有谈到承报义务 有谈到相关的一些查核的机制 好我们首先先看住外的部分 住外的部分有提到说 如果察觉遭到中国大陆住外人员 外国勤制人员或敌对势力威胁利诱 直接间接的探寻吸收 他要赶快承报他的馆长跟原派机关 然后呢他就要把这些细节要报告出来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里面呢我们第一个建议啦 建议就是说 他不应该只限于中国大陆住外人员 所有的只要接受中共的指派 吸收训练拿钱办事的台湾人 大陆人境外人士任何人都应该要在通报的义务里面 而不是只有所谓驻外人员 第二个在驻外的这个里面第五点有讲到说 你必须要立刻承报馆长跟原派机关 那我首先第一个已经刚才有建议了 我们希望要放宽 不只是驻外人员 而是只要被中共训练收有情资 他已经成为共谍了 哪怕他是台湾人 或者像周鸿旭这样是大陆的一般人 他都应该要被列为要承报的这个对象 另外我想请教说那不承报有什么后果 那会有没有什么查核的机制 所以第一点先请一下次长或处长 就针对驻外人员保防的注意事项 你们可不可以精进第一个要放宽我们查核的这样的人员 第二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查核的机制 公委员报告 那这个注意事项在外管处的部分执行呢 事实上我们在外管处大的外管处有法务秘书 那这个承办人员有一部分是调查局外派人员 由他来负责这个外管处的机关的保防的工作 如果各外管外管我们所属的侨民或是本国人士在外 发觉有这种反渗透的情形 我想应该可以向我们外管处的法务秘书来通报 好我积极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个要放宽这样的人员 第二个要有查核的机制 然后会后请你们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年来到底有没有通报过 你们通报的情况又是如何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这个我们再直接看下一页好了 就是那国内的呢 直接在外交部本部的呢 这个部分是放在这个我们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有一个外交部即所属各机关机构保密实施要点第26点 你们有提到说只有泄密才需要承报 所以这个A男他搞不好不需要承报啊 他没有泄密 他是被勤收的时候他就去检举了 所以在这里我第一个具体的建议 只要有勤收的事项发生 就必须进行承报 待会我想请次长可不可以具体的去做研议这样的事情 你们目前的要点里面只有泄密了 你知道事情就已经完蛋了 已经发生了 他才要承报 譬如说我发现A男泄密 我赶快去承报 那问题是如果我是那个A男 我被勤收的时候 他不会跟你们承报 他跑去检举啊 他有一司法单位检举 外交部自己的那个反情报跟保防系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这个没有意义 政风机构难道不需要做吗 相关的设置要点里面你看 第七 第八 第八款 机关公务的这个机密维护协调 安全维护协调 是写在 明定在这个政风的项目里面 我们再看下一页 可是政风处告诉我们说 他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强化保密的观念的宣导 然后会定期的 三姐也会去抽查 你有没有归档啊 有没有什么泄密的相关的情势 如此而已 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蔡清祥部长 他就在日前的国安会议 他就认为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要 政风要来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的提醒 我统整一下 然后请这个次长你简单做回应 第一个 住外的部分 不能只限于中共的住外人员 是只要被中共吸收的人员 进行勤搜 他都要通报 所以请你会后告诉我 你们有没有通报的机制 不做会怎么样 目前有通报多少的情形 在国内的部分外交部本部 我们希望政风处 处长您刚来 可不可以精进一下这个作为 三姐的去检查 不定期的宣导 看起来就A难的 周洪旭这个例子来讲 是没有达到什么效益的 所以呢 我们会希望的就是说 能够比照外观一样 只要有进行勤搜 我们的反情报跟把防座委 就要开始启动起来 那看是要政风处做 或你们要委由其他任何的单位做 我尊重 所以请次长做最后回应一下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想您指教这几点都是 非常精准的 那我想我们一定会带回去仔细检讨 并且给您一个回复 好 那请已经定验了 去问一下法务部问一下 或跟司法丹问一下 A难到底是谁 你不需要告诉我 但你们了解了以后 要去了解他所处的环境 有什么保防需要加强的 甚至给他多一点表扬 我想这都是你们应该做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赵天赵委员 次长请回 来 接下来我们请陈曼丽 陈委员 谢谢主席 我也是要请次长 好 请次长就北巡台 次长好 美人早 我想就是说 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非常 让台湾觉得我们在外交这个部分 有所突破的一个 一件事情 就是说 美国和台湾有攜手建立了 印太民主治理智商的机制 然后呢 那个AIT处长他也到这个外交部来开记者会 所以我想是说 对于这个部分呢 我们当然是会希望就是说 能够再好好的维持下去 然后我们跟美国也有这个 台湾关系法嘛 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立法四十周年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透过印太民主治理智商的这个机制呢 希望就是说 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事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努力 那当然在这个里面呢 我也会看到 就是说 我们也有危机 在外交这个部分的危机 比如说像所罗门群岛 其实我在立法院做了一个 台湾与所罗门群岛的国会议员的一个联谊会 所以我想说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自己也非常害怕 想说 为什么这个新闻好像看起来是 让那个我们的稳定的一个邦交国 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感出来了 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教廷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的宗教自由 其实是让全世界都感受到 甚至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也看到了 印太地区的保卫宗教自由的公民社会对话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台湾举办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想是说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举办活动里面呢 美国的一个无论所大使 他也到台湾来了 那所以我想是说 我们就是说在一些的邦交的这个部分 我们还有没有一些的能够再去做一些的突破 然后呢宣扬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宗教这个部分 或者说我们在人民的生活的自由民主的这个部分 甚至呢我们对于国际上面的一个互动 我希望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跟国人能够讲得更清楚 让我们知道是说 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在外交这个部分的突破 好 那我先回答一下委员好 总体来讲 我们在邦交国的这个努力可以分几个方面 好 我们首先一定通常都会有那个农业技术团 好 然后这个另外一定会有这个医疗团 好 第三个通常我们也会有教育 好相关的一些一些计划 比如说这些邦交国的学生可以来台湾 用台湾奖学金或者是国文会的奖学金到台湾来留学 好 此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技术训练班 好 培养他们的这个技术人才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办各种各样的训练营队 好 比如说有南太平洋青年领袖营 还有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官营 这都是我们经常在办理的 那关于委员刚才问到的这个 我们跟美国这个新的这个印太民主治理机制 我想是不是我们北美斯稍微讲一下 这个印太民主治理机制 我们未来可能举办的一些可能的活动大概是什么方向 最近我们如您所说这个宗教自由就是其中一个表现 那那个GCTF你也讲一下 市长对不起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我后面还有资料 我想那个印太的那个机制的话 麻烦再提供支付资料给我就好了 那因为呢就是我也看到了国和会的这个网站上面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 跟跟国际上面的一些的连结 但是呢我看了这个网站上面呢 我就会看到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跟所罗门群岛的这个活动 我们有po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可是呢它的点阅率就非常的低 那所以我在想是说 有没有一些的机制能够让我们这个就是做更多的宣导 那我在想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的资料呢 除了有没有可能加强一些在地国的语言 因为呢我想我们本来就是在做他们的 跟他们做联合嘛 那如果有一些在地国的语言的话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也能够加强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 国会议其实我因为也看到了去年 我刚好跟这个总统到斯瓦基兰那边去做参访 然后我就看到农业啦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医疗 对那边的帮助非常的大 那最近又看到了我们跟缅甸这边呢 也做太阳能的计划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做的东西还蛮多的 但是呢在这边我想要提醒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的这个计划性的东西呢 可能还可以再帮助到这些的国家 比如说像这个联合国他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他就会提到就是说 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的重要性 那当然我们很多的邦交国他可能就是说 国家比较自在这个开发的程度还没有那么样的 还没有那么大啦 所以呢我想是说是不是在这个 也可以去帮他们做一些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调查 那我常常也会看到生物多样性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未来我们可能可以跟全世界做好朋友 因为呢我们台湾对这个部分的功力很深 那他们国家如果在这一方面的资源不足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协助 是谢谢委员指教 譬如说在所罗门我们的农业计划里面 就有包括了生物多样性的计划在内 但是我们也许没有像委员所说的单独把它拿出来 然后做进一步宣传 包括您刚刚所提的用当地语言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想法 我们一定会参考 好那最后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外交部在一个外籍编辑 外籍编辑这部分呢 他有强调就是说一定要是外国研究所 还有外国大学毕业 那另外呢就是说他的这个 就是母语为英语 但是我们事实上在做外籍编辑的时候 母语是不是一定要是英语 有没有其他的语言的一个考量 另外呢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大学的或者研究所 他们的这个语言的翻译或什么的功力都非常高 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设定在外籍 而且是要外国学校毕业的 看起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台湾的月亮不够圆 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必要性呢 委员您好 外交部国际传播司副市长报告 呃跟委员报告 我们也注意到网路上有这些的说法 那事实上这是有点误解 那这个职务事实上是 他是设定母语是一定要是外 就是母语是外语 母语是要英语 那因为这个是 所以台湾人都不能够去应征这个 委员事实上我们有11位的外籍的编辑 那这一次真的是英文的 所以他会用是英文为母语 那事实上其他的外语 我们用其他外语为母语 来去真正 那他的工作事实上是外交部的 英文期刊的编辑 然后还有就是英文电子报 还有一些专案的文宣的编辑 那他事实上是要审 我们台湾人所写出来的东西 因为他的受众是外国的民众 外国的读者 希望以用专业的这种外国人 所熟悉的语法跟语境 然后来 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这样子台湾人 台湾的大学里面的程度好像还不太够 不是委员 因为他是希望受众能够理解 因为台湾人英文很好 可是写出来有可能 还是外国人比较不习惯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写出来的东西 希望有外籍的编译来再 重新的再检视 然后来把它编辑成 外国人甚至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英文 好我想你们可以再考量一下 因为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们就不要阻断了他进入外交部的一个大门 以上 谢谢 是 了解 谢谢委员 好 非常谢谢我们陈曼妮臣委员 来 次长请回 接下来请呂玉玲 呂委员 谢谢主席 请徐次长 好 徐次长就背训台 徐次长 因为今天时间非常短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主题 那在昨天的 差不多早上九点的时候 有一艘苏澳渔船 驚歇鱼 在距离钓鱼台十六海里的地方 遭到日本的四艘公物船 鸣敌警告 这件事情您知不知道 是 知道 海巡署跟你们通报的 是 海巡署透过我们 台日协 台日协告诉我 所以都会跟你们讲 那你们都知道 这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在钓鱼台十二海里 是我们台日协议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可以正常捕鱼的范围 对不对 十二海里外 我们就可以正常捕鱼 十二海里外可以 对 昨天跟你报告的情形 是告诉你 他们在几个海里 十六 十六 所以我们是在 合法 合规定的 这个十二海里外的十六海里 在捕鱼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形 日本一再要发生 这样子欺负我们的方式 而且海巡署也特别 在昨天 昨天 昨天 今天 都已经有护鱼的行动了 那针对这一点 外交部有什么看法和回应呢 我想这个 因为我们接到 我是今天早上 仔细看了这个消息 那日本的船 它的行为好像是鸣笛 后来它有一个说法说 是希望我们的渔船不要再往 不要再往十二海里的方向靠近 好 还距离很远耶 你看看这张图 你看看这张图 白色的范围就是钓鱼台 不能靠近的十二海里以内 以外这蓝色的通通是可以 在我们正常的十二海里以外 可以捕鱼的地方 它这样子没有靠近 它就在警告警告 那是什么意思啊 当然这个十二海里以外 是我 我方渔船是应该是可以捕鱼的 那我想我们也接持 我们也支持海巡署的立场 就是说 海巡署的船子也到场 然后让我们的渔船 能够完成捕鱼 然后离开 好 我想我们会跟日方强调 这个是 你会强硬的去跟他强调 有这张图 这就是我们渔业协议 大家的共识 是 所以不要用无故的民敌广播 是 来侵犯 来恐吓我们的渔船 好不好 好 这个要坚定要守住的 是 所以你也认为说 这就是我们的 大家应该要遵守的正常 可以捕鱼的范围嘛 是 好 好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 这个输澳鱼港的渔船 他们通常都会在钓鱼台这边来去捕鱼 对不对 是 都是属于输澳鱼港的 但是我们很奇怪的 有个七条渔船 有个七条渔船 被列为黑名单 你知道这个七条渔船吗 我是不是可以请台日协的 张部长来回答 好 您说 谢谢 是 谢谢委员 那这个部分呢 据我了解 主政的渔业署 已经在3月17号的时候呢 提出新闻稿 就做说明说 事实上他们是 针对就是有部分的媒体报导的那个部分呢 渔业署这边也有提出澄清说 是为了要这个掌握渔船的动向 然后善尽渔业责任 以及就是能够在发生如果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能够尽快前往救援 所以渔业署的部分是有针对一些渔船 我在问你这个七个名单 为什么要列黑名单 并没有听说过列黑名单这样的事实 没有听说 那海巡署的简报里面就列出来啦 是 你有没有看到吗 据主政的渔业署 他们的说法是 不是针对特定渔船 是针对就是比较 不是特定七个名单 你看一看 苏澳渔港都知道 你会不知道 据主政的渔业署的说法 他们是对于比较会前往征域海域的 我不跟你再说了 徐次长 是 你回去好好去了解 是 不要碰到日本就转弯 就妥协 就退缩 我要问的就是 根据我们海巡署里面跟这个 呃 渔业署的一些报告 他们都会向我们外交部 来报告 对不对 那外交部 也会向 国安会的一位 黄姓秘书来回报 我是不了解啦 渔业署跟外交部 为什么要跟国安会 报告我们的捕鱼的状况 这个捕鱼的情形 会有国安的危机吗 为什么 呃 据我 黄姓秘书国安会的 为什么要这样报告 据我的理解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 刚才张秘书讲的 就是 要了解我们渔业 渔业 作业的情况 为什么要这样报告 为什么要跟国安会报告 渔业状况 这黄姓秘书 确实有这件事对不对 因为我 有没有这件事 我没有去国安会开这个会 所以我不是 你为什么不知道 外交部跟我们的 海巡署都有去报告吗 这都有啊 这个报告我知道 我知道是有 连这个通联记录都有哦 黄姓秘书尔 连名字都有哦 所以我非常不了解啊 你们不好好把事情做好 解决问题 就两手一摊 无能为力 逢日就转弯 我接下来问 刚刚有委员在问到的就是 索罗门啊 是 索罗门要大选后 有媒体报道 索罗门要大选后 要跟大陆建交 请你外交部要评估 会不会建交 会不会 当然这是一个还没发生的事情啊 评估 这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那你评估会不会 那并不是说 几率多少 你讲几率的嘛 是是是是 几率多少 我没有办法说一定会或不会啦 但是中国 你刚刚讲几率会多少嘛 几率我也很难说一定是 你们对务实外交就是很难受 无能为力吗 不是无能为力啦 我要你们说明啦 是是是 你们不要推脱啊 没有推脱 没有推脱 你们要了解这个情形耶 我们在了解 我们也在掌握 掌握 等了断交之后 你们说我都有掌握 像你评估 你要评估不出来 那你是不是说 所罗门就是红灯 就是有危险 就是有可能断交 是不是 应该是说 呃中国在那个地方 的确操作是很 所以就是咯 就是红灯 也不叫红灯啦 但是中国 不算 你们怎么要去了解 我们的外交的 这个怎么去掌握 这艰困的外交 去了解 这个预防性的措施 都没有吗 有的 有预防性措施 现在已经是要17个国家了 是 我知道 帮教国你们还不会 警惕一点 积极一点吗 不好 我们非常警惕 也非常积极 前一阵子我也去过 我们也在采取一些措施 所以有没有会断交 不能说一定会断交 有没有亮红灯 呃我们不是叫红灯啦 但是我们的确是非常 不叫红灯 红灯就是会断交 不叫红灯 那就你保证哦 录影录音 你保证哦 我没有保证啦 你保证不会断交 不能这么说 而是说 他的威胁的确存在 我们也的确是在积极防守 并且和 就是相关的国家 在一同协商跟研讨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啊 有可能啊 都已经讲好了 等大选后就要签字了 你们连点情字都没有掌握 只有嘴巴口头似的告诉 掌握了 都有掌握了 等断交之后 非常遗憾 你们只会这样子吗 这叫务实外交啊 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 据我本息所知道的 不止所罗门 还另外还有其他国家 我一讲区域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还有三个国家 都可能断交 我们要知道我们外交部 你的务实外交 知道你的外交艰辛 那你的外交战 应该怎么去打 不是只有撒钱 金元 2800万的美金 拿去了 可以稳定下来吗 所以 我希望 徐市长 你在 外交部 针对这17个国家 所有的 你要整理出这个情势 的整理 评估 一个礼拜内 给本会也会 一个报告 可以吗 是 这17个国家 详细的报告出来 是 所以我还是要请你 特别注意 是 所罗门 了解 因为总统支持 也没办法去 是不是 上次去过 上次去的 不是不去的 对不对 非常地困难 你们要好好地解决 你今天解决 也没办法跟我们报告 如何解决 预防之道 措施都没有 连评估的 都评估不出来 你们的不能说 不敢说 就是危机 就是亮了红灯 索隆门 是危险的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 叶林立委员 那次长请回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林昌佐 林委员 主席我们请赤长 赤长就北巡台 赤长早安 文昌佐 我想就这个所罗门的部分 前面其实几位委员有 都聊到 那我就接续来 提一下 我想大家会关注所罗门 其实是应该这个风声大家都听到蛮多了啦 那从媒体上面看起来 其实之前中国在例行的记者会上面 他们的媒体去问他当然是有设计的啦 也是很清楚就是focus 我相信 索隆门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现在的一个目标啦 那当然在那之后 美国马上就主动公布 白宫国安会资深主任跟你同框啦 你在索隆门嘛 所以我想这个角力其实很清楚 所以大家都会关注 那在这边当然我进一步也想问说 其实接着本周日 本周日就这个礼拜天啦 索隆门的男主也要来台湾 这个友谊赛 这大概是相隔20年以后 又有邦来台湾出席这些 就是做这样子的友谊的活动啦 所以我在这边想先问一下 就是说外交部自己本身 这边现在有没有准备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也是促进双方友好的一些感受 包括次长自己会去嘛 就如委员您说的 其实相关活动我们已经一直在展开 这个礼拜天的足球活动也不是最近才开始安排的 也都安排了一段时间 是 那么另外 刚才前面江委员有问到 关于他们有一个场馆要见盖的事情 我们最近也签了MOU 那这些事情都是不断在累积的 包括我前一阵子出访 那么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四月三上他们要投票 那么在投票前呢 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 最近比较不合适再有一些新的动作 但是 但是不是只有我们啦 包括澳洲啦 包括美国他们都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澳洲也派了 这个穿了制服的 这个部队进去维持治安 所以我想这个是主事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想 不管说文化的交流啦 还是实际上其他的各个层面的交流 那去强化双方的关系 当然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然后最重要还是国际上面 现在政治的角力 所以 既然已经传出一些这样子的传闻 大家也在关注他们四月份的大选 所以我想这边还是希望外交部可以把 这些相关的工作其实都要密切注意啦 那另外当然就是吉里巴斯的部分 那吉里巴斯因为这一次其实 当然我有看到说外交部其实也有做出说明啦 因为总统出访其实没有去 那当然也让大家产生很多疑问啦 老实说那个理由 对方说的理由 可以接受的人我想应该也不算很多 所以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请次长稍微说明一下 跟吉里巴斯的邦交的关系 谢谢委员问这个问题喔 那我必须在这里跟委员以及跟 台湾的社会大众报告哈 这的确是实情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媒体朋友都很用功啊 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实情以后被挖出来 那下场会不好 是实情 但是说因为那个原因 他不在国内等等就 应该是实情啦 但他到底有没有其他压力 所以借口这样不在国内 这我要报告一下 因为原来我们外交部给府方 建议的时间是比较后面 但是后来 后来再安排的时候发现 总统必须要赶回来参加那个春季国商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礼 所以我们就整个行程往前移 因为这样呢 他已经安排了去斐济的 因为他是校长 那牵涉到岛国非常多的宾客都要去 所以他很难改时间 好 所以我想我想 就次长的态度来讲是说 目前至少在这一个行程的安排上 并没有看到异样啦 那当然还是会继续努力的维持这个邦交 但是大家就这个行程上看到的异样 应该不用进一步去怀疑 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就对了 对这纯粹是行程上的 希望是这样啦 要不然看起来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疑虑 我们后续也会再去努力巩固 是 那最后时间不多 我想之前其实关于中国他祭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然后对台湾做更大的这个文攻武嚇的压迫过来 那蔡总统其实之前也有提出反制 包括说折成外交部的指导方针 包括要善用国际有我心情势 结合国际社会 反制中共消灭我方主权的行径等等 所以我在这边就直接的问啦 因为最近其实AIT还有包括美国政府 他的这个动作也很多啦 包括支持我们的动作也很多 那尤其像之前其实很罕见的啦 发言者孟宇和其实上媒体去专访 他专访的时候他直接就说 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对话过程 希望都不要他们不乐见牵涉到文攻武嚇 那所有的这个对AIT来讲 他的官方回应都是说 长期的政策是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等等 强调和平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跟蔡总统讲的那一个 希望说这个善用国际有我的情势 其实我觉得是一体的两面 因为国际有我的情势就是希望和平啦 那特别还提到说是反对 我说发言人 我说AIT的发言人还特别强调是反对文攻武嚇喔 不一定是只有武嚇喔 是反对文攻武嚇 所以我想在这边应该是要 外交部在这边不知道接着有什么样子的计划 具体行为包括AIT他有没有办法 进一步的去表态 包括中国对台湾寄出的这一系列 包括一国两制啦 对台湾的台湾方案等等的一些看法 我想我们都会持续努力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 那我想我们都会利用这个机会 在台湾以及在美国包括华府办理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么既然那样的机会 我们希望这个今年有机会 希望更多的美国官员能够来台湾 在他们来台湾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也能够发表有我的言论 包括在国会里面 也会有很多有我的议员提出新的一些法案 我想这些都是不断在送出很强烈的讯号 我想我就直接具体的说啦 是 最后剩下一点就没有时间了 我就直接说 因为中国的这一连串的文公武贺 他又拒绝对话 然后又片面的一直改变台湾的现状 然后又胁迫又死台湾部分的这个政治人物 或是说政党去签署 去发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这种说法 我认为台湾跟中国要签怎么样的条约 当然是在一个对等的状况 而且和平的前提的状况之下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一方拿着这个枪杆子压着你 然后让你去受压迫 而必须被这个胁迫又死去签署任何的条约的时候 我觉得这都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这都应该是不和平的状况之下 不管他这个协议或条约叫什么名字 他都不是和平的嘛 一边拿着枪杆子逼你签的东西怎么会是和平的 那这个时候我想应该是国际社会必须要清楚的站在台湾这边 那这个是我想也呼应蔡总统他提出的一个对外交部提出的一个方向 那我希望说可以全力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不要只是说他希望是和平 希望是和平 这个映照在现在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 怎么样站在我们这边 我觉得这是外交部最重要的努力工作方向 是 谢谢委员师 好 谢谢林桑佐 林委员 来 次长请回 接下来我们请林静怡 林委员 好 谢谢赵伟 我们麻烦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 邱达森 邱秘书长 好 邱秘书长 不是 只有林委员你是按照今天的议程问当事人 林委员 谢谢赵伟称赞 哈哈哈哈 委员长 好 秘书长长 呃 这个 刚刚赵伟有指示 有说了齁 我们就针对今天的议程 那主要因为今天有牵涉到你们的预算齁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想要跟你们这边请教齁 是 呃 我们 呃 这个 我们的合作 呃 就是說 在这边我们有一份台湾 呃 这个叫什么 太平洋区域年鉴 好 CTPECC 好 那这个年鉴我可不可以先请问 就是说 第一个 这个年鉴 是一年出一份嘛 对不对 是 它主要的目的跟内涵是什么 那 主要因为本会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政府推动实质经贸外交 是 那我们这个年鉴呢 它的内容就是涵盖所有现在亚太区域 发生最重要的议题 那最主要是由本会的这个研究人员来 演习之后呢 那写成这个文章发表在这个年鉴 是 我看了一下有包含南向啦 齁 然后呃 包含我们谈的这个亚太这边地区的一些区域的议题都有啦 是是 那 第一个是你刚刚其实你在 你已经部分想要回答了 就是 关于整个这个撰写的部分 因为我们查了一下 呃 投稿数大概都在二十几篇 真稿数的话 呃 2014年是一篇 2015年三篇 201617两篇 2017到2018四篇 也就是你们主要都是 呃 从台湾经济研究院这边来写的 对不对 是的 我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呃 这个内容来源如此的单一吗 好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本会的秘书处啊 就成立之后就一直设立在台湾经济研究院 那基本上就是说 是我们本会的研究人员他的领域 包括这个总体经济啊 国际关系等等 就是要切合这个 能够掌握这个区域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另外一点很关键就是说我们是 研究人员在招募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看他的领域 好 那不就不可能是其他的 所以请问一下就是说 你们相关的这些研究员 好 他们平常有参与国家的相关重要政策的会议吗 呃 会去长期的关注还是 还是你们就是去观察大家就看大家在写什么 然后你们就 就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你讲了 你们相当于是 也相当于在这些文章你们的年间 你刚刚说供政府的施政做一些参考嘛 也就是有一点智库的概念嘛 是 那如果你们在写这些文章 你们来自于你们这一个 就是说你们的财经院的这个国际事务处 可是你们这些人 平常根本也没有跟政府相关单位 进行会议 就相关的会议里面你们没有参与 甚至在 呃 这个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你们没有参与的话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到底目前的重点跟想法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齁 其实本会的研究人员 我们长期跟这个政府负责APEC业务的各单位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陪同这个参加重要的这个国际会议 包括APEC还有PCC的会议 好 我再请问就是说 那你们这个年间 你们的受众对象是谁 主要就是产官学界 我们都希望他能参考 了解到这个 目前这个区域重要的 产官学界 订阅数大概400上下 这样说啦齁 我当然觉得说既然有这样的预算 有这样的人在边 也许像你讲的 都是跟政府合作的重要的这些专家领域 第一个事情我直接建议啦 至少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也应该让我们成为会员 让我们成为 就是看得到你们的年鉴啦齁 其他的委员 因为相关政策也应该成为 也应该是受众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会想的是 这个部分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议题 不能只限于一小群人在这边 自己写文章自己看 很重要的 你的受众是谁 你的文章要给哪些受众看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既然你们这边肩负着 国家跟国际接轨的重要相关经济政策 那就不是只有这500多个订阅 是 是 你的受众弄清楚 怎么样让你的受众看得到 让更多人了解 甚至其实这里面 这个议题 因为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 里面包含南向 包含台湾的经济策略 我们的台商组织 我们台湾的投资产业组织 我相信 如果你们这里面的专业内容足够 是政府的立场跟相关的区域的这个资讯 应该他们都是受众 所以是不是可以更积极一点的 弄清楚你们希望你们这些文章 发出去的对象是谁 希望谁看到 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再来的话这个部分 我刚刚讲 再来的话这个部分 我最后一个小议题 我看了一下 至少在上一个版本 你知道你们的封面 我今天没有附图 你回去自己点 你们封面 就有一些人 封面里面有一些人像 全部都男的 你们在假设谈经济 就是全部都男人谈经济 报告委员 这个因为我们秉持这个尊杰开支 所以我们不太去换这个封面 对 所以我就提醒你 拜托你们下一次你们编辑的时候 封面换一下可不可以 跟委员报告 这个两性平权也是这个本会 这个事情这样 你不要跟我辩解这个 这个事情很清楚 我们所有性别主流化国家 从台湾从2006年做性别主流化 至少我们在性别敏感度里面 你们在这个年间的封面 光是随便画一个图 你所有的例子都是西装男人 这个部分不行啦 好 这边我希望你们改掉 好不好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赵伟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麻烦你 我麻烦一下那个国合会好不好 谢谢 不好意思 好 请国合会就被寻台 好 谢谢 麻烦史副秘书长 只有一个议题 好 好 副秘书长 这个 国合会这边我们 第一个我还是要肯定啦 国合会过去长期以来 不论是在我们的邦交国 因为我也参加过你们的医疗团 所以 不论是医疗或者是 这一个农业 对于我们的相关友邦国家 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你们的志工跟你们的工作的人 非常辛苦 这件事情我非常肯定 那 我也看了一下你们的报告 其实在你们的年度关键绩效指标里面有非常多的议题 我只是要点出一件事情 你们在你们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了永续发展目标 好 那永续发展目标这个部分是目前国家政策 总统也提到说我们要跟其他国家做接轨 好 成为别人永续发展目标的伙伴 这边我麻烦国和会就是说你们在你们的目标里面 可以的话把你们正在做的工作 他扣合联合国是哪一个永续发展目标 扣出来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比方你们在这里面第一个议题 你们叫做日常膳食增加蔬果社区 协助我们的确保农业安全 那他其实扣连到的永续发展目标 好那这里面你们也有包含 因为这里面我看到你们其实只有在环保那边 你们有提到跟永续发展有关 事实上永续发展目标我看你们的工作 每一个你们都可以扣得出来 那扣出来的目的在哪里 你们每一个你们工作的部分 他其实可以扣连的永续发展目标 有哪些 那这个在你们在国际上跟人家合作的时候 是有帮助的 因为全球2030年之前大家的议题都是这个 这叫共同语言 好 再来 我们的国家未来每一年要跟其他国家 我们比方WHA 我们在这个CPTPP 我们要去跟人家谈说 我们国家做了哪些事 以及我们是国际上的伙伴跟人家做了什么事 你们的成绩我们才能拿来 相对应说 我们在这些议题里面 国合会也有 这样你听懂我意思吗 先委员幫我很快的说明一下 好 先国会108年度13项 计料指标 事实上有9项就已经扣连了 联合国人去发展目标的次目标 比如说刚刚您提到那个增加膳食摄取量 事实上它这个扣还到这个SDG的2.2 是 好那这一部分的部分 像去年我们在WHA 我们会有成果分享 还有去年12月份的那个 UNFCC Corp24 我们针对相关我们合作计划 都有在国际场域 针对我们做的东西 扣连到这个SDG哪一项目 在场域中都有做充分的一个宣传 让我们的这个合作跟国际的这个所谓 潮流跟趋势充分的结合 谢谢这个委员的提醒 谢谢 主委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林静怡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何欣存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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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不是请那个徐次长 好 请次长就贝勋泰 是 次长好 我想今天很多委员也在关心 这个美国川普政府 他们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 从所谓的亚太战略转为印太战略 而我们蔡英文总统昨天在他的脸书呢 他也跟各位报告 在国际上关于台湾的外交进展 台湾跟美国有坚实的合作关系 台湾正式成为印太地区中最重要的民主伙伴之一 那蔡总统又说 我们的国际呢 不只是两岸关系 我们的国际是用民主迈向全球 我们用清楚的战略向世界证明 台湾也能积极主重 在世界体系中扮演无可取代的角色 这是证明说台美之间坚定的友谊 跟未来要建构更扎实的实质关系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看到我们有其他的媒体 在唱衰 这一个 关系 比如说她说 这个 美国川普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是什么 都还没有清楚 那蔡总统就急着表态要加入 那这个表态加入呢 台湾未蒙其力先蒙其害 那市长我给你一点时间来说明一下 我相信你是总统最重要的一个国际关系外交的幕僚 你来告诉国人 这个有媒体唱衰 第一个他唱衰的有没有道理 第二个媒体的唱衰 为什么一直要把台湾锁定在两岸关系内 而不是用大格局的国际的区域的关系的战略位置来谈这件事情 我给你时间 好不好 是谢谢委员 我接着委员的话来讲 其实台湾在区域从一个大的格局看 不是从两岸关系来看 其实就如您这个图所显示 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是处于印太这个核心 以及第一岛链的一个核心位置 那么这从地缘战略来讲 各位都知道最近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包括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 都有非常多的争议 那我们台湾扮演的角色 是贡献于这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这也是美方一再肯定的地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委员也提到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在这个区域里面 像您连起来的日本澳洲印度 都是民主国家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捍卫民主自由 自由 人权以及法治 那么所谓的印太战略 它是主张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印太地区 那么 所以民主自由 法治 人权 这个也是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 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 跟我们的坚持 所以我们跟 是我们台湾一直坚持的 是我们跟各个国家 共享这个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 没有任何损伤 不会蒙到任何的害处 这个只要我们把这个立场站稳 这始终 会是我们外交的一个原则 很好 那第二个 那我们在这个印太战略的关键位置里面 跟总统说我们正式加入 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合作或者是行动 次长 我想上个礼拜呢 在台湾 由台湾民主基金会 这个跟美国AIT 合办的这个宗教自由的一个论坛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这个我们邀请了区域内十几个国家 几十位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区域论坛 主张是在这个区域内的一个保护宗教自由 那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对话 那么此外呢 我们跟美国常年在 经常在举办GCTF 今年有七个训练 那么其中呢 都有各种各样的议题 增强友邦的能力建构 这也让台湾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 能够让国际上看到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参与 或者是回应这个印太战略 一个非常具体的作为 最后就是 其实我们的新南向 其实我们的新南向 在印太战略里面 扮演了非常积极正面的角色 所以 以上所说的种种 都是我们回应美国印太战略的积极作为 所以也就是说 第一个台湾要自己懂得自己在这个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第二个台湾有这样的国力跟软实力 还有很多各方面的一个成就 是可以被国际看到 第三个台湾在这个位置上面 是可以在区域的这个不管各种文化非文化或是官方非官方的各种交流活动当中 我们都可以扮演一个很积极的角色 甚至参与在里面 我想这也就是 你刚刚一直讲的 也是蔡总统所坚持的 我们的自由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是我们绝对可以分享给世界各国跟亚太地区 印太地区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外交部在这一点 要真的用前显易懂而且公开的方式 去面对一些媒体的唱衰跟不必要的攻击性的字眼 我觉得这个是要让台湾人民要懂 而且要清楚的知道 这样子才知道 总统为了台湾在做什么 我们台湾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国际政治上 我们能扮演什么好的角色 积极的角色 所以第一个 拜托外交部 一定要清楚马上迅速简单的赶快回应 第二件事 我想我们已经两年都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 WHA的邀请函 那我在猜今年大概也收不到 因为中国的压力 我只是想请教 我看到媒体已经散发出讯息说 我们外交部跟所有驻欧的16个管处的相关单位 有打算再进行一系列的行动 市长知道吗 这个 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好 我们也许让 欧洲市或郭主持来回答 请说 喂你好 欧洲市副市长回答 是 在这一方面的 那个 就是参加WHA的相关的行动 我们外交部希望都是积极的在出车 这个我当然知道 我刚刚的题目就是 我在猜今年也收不到邀请函 那你们已经跟媒体透露 在WHA的召开的前夕 如果我们还没有收到邀请函 我们要怎么积极的去告诉我们的友人 国际友人 台湾是必须要被邀请在内 台湾是必须要在世界卫生的这个相关会议里面占有一席之地 那我们又如何被打压 我们要告诉人家 所以我知道你们好像有要 筹备游行 我们一直都有在推就是有关WHA相关的活动 那争取国际友人对我们的支持 那包括欧洲地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媒体的这个做十六处的外观 将同时同步办理游行嘛 是不是 那这个游行的力道能够到哪个程度 那我们游行的这个活动办到哪个程度 那因为我的时间到了 你会后是不是找个时间来跟我报告一下好不好 我们可以来互相讨论研究一下 也许有更好的idea可以提供好不好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谢谢我们何欣存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罗智政委员 谢谢主席 可不可以麻烦主席请徐次长 好次长就北群台 常长 那个 我想 布里的事情很多 那我想 在总统出访这段时间大家都全部都忙起来动起来 但是很多事情还是要有一些延续性的要请教你 第一个 那个 本来要给布金拉法手那50辆汉马车 现在到底怎样了 是要转到中美洲 转不出去 那现在车子在海上还是已经运回台湾了 我先问一下 那市长知道吗 这个能不能容许让拉美斯回答 市长来回答一下 有这个的确有规划要转正 那我先问一下这个这个汉马车现在在哪里 在台湾 已经所以运出去然后再运还 哈马车没有送出去过 所以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的港口 这一批没有 就是给布金拉法手那一批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想请问一下哈 因为当时在省议算的时候 有一部分是涉及到费用的分摊的问题 好 那有包括维修的这个整修的费用 运费等等 是 现在这笔费用现在怎么办 那个 厘清了没有 国防部跟你们厘清了没有 那个非洲市的问题 不过我了解应该是厘清了就是 不不不 现在问题 大概就是当初是国防部 那非洲市有没有在 那个 大概就是当初国防部先店了 我们再 对呀那现在这笔钱到底还他们没有 还是 国防部 不跟你们要了 他是吃下来了 没有我们还 没有 报告委员这个跟亚非斯的这个部分 还没有涉及 因为 因为根本还没有成案没有出去 那整修总是有费用啊 那个相关整修的话是我们会付 我们会当然会 国防部跟你们请款没有 呃 有 有部分 部分部分 听说第一期第二期已经付了嘛 呃 有 好 接下来 美方 但 要送到我们不管哪个中美洲国家了 哈 基本上是需要美方同意是吧 是 最终使用 美方有没有跟他们在谈这个事情 有 有 所以还没同意吧 呃 正在作业中 好 如果决定要送出去的话 接下来的费用谁出 呃 我们出 所以没有再涉及到国防部 没有 因为是接下来就主要是运费嘛 对 所以这部分你们有编预算吗 呃 有啊应该有 应该有 108年度有没有编预算 有啊 当时在讨论预算的时候有编这个钱吗 那时候是编在非洲是吧 还是编在哪个单位 这个就 108预算是编多少钱 编多少钱 运费 我这边没有这个数据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不要 不希望这笔账又变成一个 国防部啊 跟你们推来推去 现在全部都是你们的问题了 是 因为这车已经交给你们了 是 之前所有的 车还没有 车还在国防部 车还在国防部啊 我们但 我们 我没有停车场 所以这笔钱 就是还在他们库存了 等到这个可以 在装备局里面啊 呃 在 在国防部就对了 好吧 那这个预算你们把它搞清楚好不好 到底现在编了多少钱 然后准备运出去好吧 是 那个 SDF我问一下 那国防部我问一下 你们这几年下来 你们现在看108年度 你们自己的预算编呢 是余错大概有缺 大概904万 将近 1000万 是不是 对不起 9000多万 9000万 9000万嘛 是 这钱怎么办 从你们基金过不过来 呃 还是你自己薪水掏出来 呃 这个是呃 呃 余错这个哈 是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 我不管因素 我想说这钱怎么来 你收入跟收支出对比之后 你们还缺1000万 9000多万 怎么办 很重要一个活动就是呃 我们现在目前是 针对呃 呃 会里面业务有个新的 就是公司部门伙伴关系 所以会里面业务 除了呃 自己的经费之外 还有外交部委办经费 那 没有这个就是委办之后 剩下还不够的部分啊 呃 还有包括自有经费 包括自有经费 另外就是呃 呃 108年度的不足的1000万 呃 9000多万 对 怎么办 是要从基金 拨过来还怎么样 呃 就从基金的这个所谓 呃 原来累积余处里面的钱 对啊没有就从基金拨出来嘛 对对 可是我们现在问的就是说 你们现在这连续几年 都是基本上是 都是不够哦 好 这个 从运算到决算基本上都是不够 所以基金不断拨出来了 所以基金是在减少当中 呃 所以去年不够 好那我们虽然是编但是呃 呃 去年是107 103 104 105年的 我们决算都是正的 正一点点而已 没有正对 金融会里面同仁 还有这个部里面支出 去年106年 不足7000多万 去年不足9000多万 对 然后今年里面编的 又是不足9000多万 加一加就两三亿楼 这是你们自己的收支的情形啊 对 这是收入跟支出的我们一个编列 但是我们在这个一年的做 这个营运活动中 我们都会尽量努力 刚刚跟委员 還是我干脆砍掉 这9000多万 你们就不用不用再 再预作了 呃 但是呃 他这个金费还包括有些计划 我们已经持续在做 我知道了 我现在讲说你们收支如何 让它平衡是我们关心的议题 对 一个是开源一个节流嘛 对 一个开源一个节流 那开源的部分 你看你们的投融资收入在减少 这些股票不都大涨吗 上万点啊 你们投资绩效是不好是吧 投融资 就是我们会面有分 业内收入跟业外收入 业内收入就是 呃 我们所谓贷放出去的计划 那国会的计划 因为属于 呃 主要是属于大家主权贷款部分 吼 跟我们包装国 必须符合这个 呃 IMF的有关 对这些 呃中低开发国家的 利率上的折 折线 concession 所以这部分啊 我们没办法像一些 一般商业贷款的模式 所以我 我希望哈 国会能够好好去 针对这几年 你们收入跟支持的情况 能够 我们要希望它永续嘛 是 所以如果在开源 如果在节流方面 做一个检讨 否则这几年看起来 每年就将近 七千多万 九千多万不够 那如果照这比例下去 你们资金就不断的 不断的减少 减少结果 你的那个资金就减少 那就不断的恶性循环 那外交部就要越补越多 这样理解我意思吧 我知道 但你们是 一只手的关系啦 白手套的关系啦 外交部大家要支持你们 但是我认为 国会本身如何在开源 节流方面有更好的做法 我希望国会 能够好好的做个检讨 然后必要的时候啊 可能 请主席可以安排 作案报告都可以 好不好 OK 好 谢谢我们罗志正都委员 来 次长请回 接下来我们请王定宇王委员 好 主席谢谢 麻烦次长 好 次长就被巡台 这长辛苦哈 最近刚从索罗门群岛回来 哪里 谢谢 你在索罗门群岛跟博明哈 博明是白宫非常资深负责亚太的主任哈 那这一次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 你跟博明见面 第二个 他跟你见面是他们美方 官方 主动 他是用八纽的 大使馆的脸书 去发布这个相片跟讯息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两个 当时讨论了些什么事情 特别我们南泰 现在很多媒体在传说 我们南泰有些地方不稳定等等 有没有沟通到这一块部分 第二个 美方主动释放这个讯息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请你简单 简单二要的回答一下 包围 当然我们在南泰 一定会讨论南泰的情况 包括我们南泰六个友邦 以及美国在南泰的一些活动 当然我们讨论的范围不止南泰 还包括整个美国的印太战略 你们讨论 因为我们南泰跟拉美 其实是我们相当重要的邦交区域 是 坦白说 那你们既然有谈到当地的局势 沟通完 谈完之后 我们对南泰的邦交国的稳固 信心是增加还是下降 当然是增加 尤其是您谈到第二个 美国在巴牛公布 因为巴牛 大使馆主动公布这个事情 巴牛目前跟我们的关系 并不是正式的关系 当然不是 所以要选择在巴牛 他们在索罗门群岛有没有大使馆 包括委员他们没有 美方没有嘛 所以要选择巴牛的管处 来po这个脸书 是 这意义在哪里 当然我想这个 这个在 因为巴牛是他们的 巴牛大使馆监管 索罗门 是 那么所以算是他的夜管 那么 他发布这个讯息 就告诉 我想是告诉巴牛 及索罗门 以及太平洋的 各国 就是美国国安会 很注重这个地方 这样表态有没有用 之前好像 这几个海岛国家 他们的海底电缆 本来中国要去做 后来澳洲 把它拦下来说不用你来弄 是 南泰我来做就好了 包括索罗门在内 所以这个大概都区域在角力 好 我现在时间比较短 我再移到下一个话题 是 因为台湾的对外关系 充满的艰辛 我们住外人员都很辛苦 所以我们到外面的管处 我们都看到你们辛苦的一面 但是我们还是有努力的一块 那我也建议外交部 适时的把可以 不影响国家利益的资讯 让国人知道 让纳税人了解 这对国家是有帮助的 这对国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这个 美国在台协会AIT 要庆祝 这个台湾关系法 TRA 40周年 好像是定在 April 22 是 4月22号要庆祝 那 既然4月22号要庆祝 庆祝的活动内容 以及美方会来到我们台湾 参加AIT办的这个 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活动 的人大概都已经确定了 有没有突破层级的部分 那个是不是容许让北美斯回答一下 来尽快 北美斯这边回答 就是在台北这边活动 我们其实外交部主要是办 4月16号会有一个对话 学术研讨会 那个是我们办的 对 但是4月22号 美方会有人来 4月22号 我们目前没有得到这样子的 你们不确定 对 我昨天碰到AIT的人 还在问这个事情 这个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在 是不能讲还是不确定 他们有一连串活动 那4月22号这个活动 目前还没有确定 那好 就AIT 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 因为今年 美国对台湾友好的动作 不只是实质 从1978年断交以后 第一次join the conference 在你们外交部办 1978年以后 AIT第一次在台湾处长 进到我们外交部 外交是代表主权官方的象征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动作 甚至于超越了台湾关系法 所界定的非官方的关系 所以 这一次美方庆祝 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 就你们了解 来的层级 大概会到什么层级 我用Alex Wong 当标准 比他高还是比他低 我们一直在争取 就是比他更资深的官员 比黄之汉更高一点 那目前 目前争取的情形怎么样 呃 都还在讨论中 不过我们相信 会有正面的回应 所以 乐观看待 也许会比黄之汉 更高层级的官员 来参加活动 我们是这样子 在进行中 Bronback都来了 是 对不对 Bronback好像选过总统 对不对 好 下一个 我们 蔡英文总统 在3月2号的 产经新闻 日本的产经新闻 丢出了 为了区域的稳定 印太区域的稳定 应该要进行 台湾跟日本的安保对话 就我们了解 蔡英文总统 不是一个躁进 突袭抛议题个性的人 安倍或者日本 就对外的事项 特别是安保或者国防事务 他们也是比较保守谨慎的 所以当蔡英文总统 抛出安保对话的时候 我有询问吴钊燮部长 他回答的是说 安保有很多层面 比方说 网路安全的部分 事实上你们外交部跟日方 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那 我们看下一张 日本有一个英文媒体叫做 日本时报 日本时报就揭露了 揭露了日本的防卫厅 要强化西南群岛防务 要派驻地对舰 地对船 的飞弹 那当然在那前后 安倍在311 还写了推特感谢蔡英文总统 我们常常知道外交的对话 这个dialogue 不见得是人跟人讲话 外交的对话 有时候就像 你如果看 古巴危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 甘乃迪的弟弟 讲了一句名言 军舰 游轮在那边对峙 不要给我打一颗炮弹 因为那个就是 俄国 苏联的总书记 跟我们的总统 在沟通 在谈话 所以 我们外交部怎么去看待 日本强化西南群岛的防务 因为西南群岛 就是台湾的东北边 那 他们在文中还特别提到 强化这个防务 刚好跟台湾东北边的 国防实力 形成鸡角 护卫住宫古海峡 护卫住东北方 而东北方在过去就是 关岛 日本对这个 日本这样子的 情形 我们外交部有没有掌握 当然这些 公开媒体的讯息 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在问你媒体之外的 对 我们 跟日方之间 也有一些固定的沟通 就区域安全 安保方面的沟通 或者合作 有没有在进行当中 目前我们希望争取能够这样做 但是目前 主要可能还是最多是 二鬼或一点五鬼的 那就有啊 你如果讲一点五鬼二鬼 间接的就有 因为之前媒体翻译日本的回应 两种翻译 一个是日本不考虑 另外一个翻译是日本 现在没有想到这个话题 这两个其实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 这个在日本就晓得嘛 所以你现在回答说 一点五鬼二鬼 也许有在进行 可我们从形式看到 不管是Cyber Security 网路安全 或者强化西南驻军 跟我们东北方形成击角 看起来有某种形式的对话 好 外交部不否认这一块吧 我想各种管道 我们都会触及到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 安保议题 我最后一个问题 索罗门群岛 吉里巴斯 瓜地马拉 邦交 有没有信心 稳不稳固 有没有问题 我想这几个 索罗门群岛 吉里巴斯 跟 瓜地马拉 瓜地马拉 瓜地马拉因为不是我一样 但是这两个太平洋岛国 我们现在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对待 目前的话呢 因为索罗门是在选举当中 那 这个索罗门的选举 他已经有发了声明了 重新检视对台关系 并不是要转向中国 并不是要转向中国 而且有澄清 表面的话 都是一回事 因为 美国 全市蔡英文总统 访问南太 是要去对抗 抵挡 中国在那边 日益强大的 压迫跟影响力 美方这样全市对还是错 我想美方的全市 我们一定是尊重 我们也很高兴美方 重视太平洋这个地方 我刚才问题再简单一点 我就是问 国人比较关心的 因为外交 外交其实对国家的信心是很有影响的 是 索罗门群岛 吉里巴斯 瓜地马拉 这三个国家 或其他国家 那在蔡英文总统出访后 邦交会不会有问题 我们会不会有邦交的突袭 外交的突袭 断交的突袭 在蔡总统出访以后 呃 现在 这几个国家呢 目前的外交情况都是平稳的 好 这几个是稳定的 是平稳的 其他的国家有没有问题 其他的国家 我特别讲 蔡英文总统出访 回来后 嗯 会不会有突袭式的外交公式 中共 我们目前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中共的努力 事实上是在强化 尤其在太平洋 他们一直在 他每个国家都在攻击我们 我现在讲的是突袭就是 也就在总统出访后 会不会有 特殊的状况发生 不方便讲 你可以讲不方便讲 但我希望听到一些 比较肯定的答案 目前我们是没有这样 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 或许我会后再跟委员报告 那我们还是有一些 比较 中方的一些操作 各管处最近可能 状况要注意一下 那没有 让国人知道 暂时不会有这个状况 我们都要努力中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王帝宇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蔡世英委员 好 那个能不能请次长就北巡台 请次长 好 市长我简单问一下 这个 南太六国里面 因为吉里巴斯是还没有访问到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次是确定没有规划要访问吉里巴斯 因为准备下午中等到出访了嘛 是 那我就好奇了 那为什么要去访问马绍尔再一次啊 因为马绍尔实际上这次不是国事访问 他是举办了那个 应该是南太平洋妇女领袖高峰会 然后邀请总统作为特别的来宾 那南太平洋妇女领袖高峰会 有哪一些国家的元首参加 不会就只有马绍尔跟我们吧 是 他不是一个 呃 今年也是第一次开 所以 他也是邀请了区域里面的 主要是妇女的领袖 参加 他不一定是有一个 所以没有任何的国家元首参与 只有 蔡英文总统而已 马绍尔 是不是 就是 海尼总统主持 没错吧 就海尼总统主持 对 是 他不是一个 就马绍尔寻导的 他是总督吧 是不是 他是总统 他总统他主持 然后邀请蔡英文蔡总统参与 是 但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 国际政要参与吗 呃 纽西兰总理是用video方式 就是演讲 人口最多 状况 现在他们在选举 是看守内阁 所以实际上 可能没有办法安排 国事访问 好 那另外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 那这样吉里巴斯 在这一次看起来就是无法去嘛 那这样吉里巴斯 的状况有没有问题 包括委員 这一次 你没有办法去 纯粹是因为行程安排 我刚才也报告过 那么 马绍总统 他也了解这个情况 那他最近什么时候 会来台湾访问 你们会安排 他事实上来过了 所以他 他上次来是什么时候来 是一日 前年来的 前年来的 有机会再邀请他过来吧 是 表达我们跟他的专机友好 是 我们也会再 那总统这一次的出访 我想问一下 这次是做华航的专机嘛 是不是 是 那会不会像上一次 106年那一次 还要再用小飞机啊 中间有一段要两架飞机 所以一样是用 什么样的飞机 是跟上次用一模一样的吗 这不是你 呃 我跟你講应该是那种 非常小型的那种 我不曉得 我现在问你嘛 因为你华航专机 你是华航 A350还是777 是 他应该是A350 A350嘛 那他 市长是说中间要换小飞机嘛 没有吗 小飞机是比 A350 再小一点的 那是多少 波音738 喔波音738 所以另外有 兩段是要用 波音738的飞机去飞就对了 因为我们的行程是先飞 第一个是飞帛流嘛 对不对 所以帛流飞 华航的专机飞到那边 那帛流飞 再来是飞诺鲁嘛 是不是 那飞诺鲁是改成 738的飞机 波音738 那 诺鲁飞马少尔的时候咧 也是一 也是738 是 那 马少尔回到夏威夷的时候咧 可以用 也是350吗 还是738 738 然后到了 夏威夷 夏威夷才换大 所以我们的A350的飞机 就是飞到帛流之后 它就转飞到夏威夷代名就对了嘛 没错吧 或者是不同的飞机 因为你的行程这样飞啊 对不对 同一台飞机就不同飞机 同一台飞机 A350那台飞机 是同一台嘛 所以没错嘛 好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 所以 因为这几个都邦交国哦 如果是A738 我们的空军一号 有没有可能拿来用啊 我们空军好像很 好像目前没有这个安排 对啊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空军一号飞得到啊 如果你中间那几个国家是飞得到的 并不是飞不到的 对不对 我们的国家的空军一号专机 都只在台湾飞 没有到国外去飞 你如果飞到中南美洲 非洲太远了 实际上还有困难 而且 可是你现在的状况是中间 你要转飞机嘛 所以对华王来讲 他的波音738飞机 也要先飞到 帛琉去等你啊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吧 那所以我们的空军一号 也是可以飞得到啊 并不是飞不到啊 但是因为可能 委员说实话 这个具体问题 我回答不出来 我只给你一个建议 是是是 这个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象征 我的意思在这里 尤其是我们的空军一号 是搭配有国旗的嘛 那这一次跟这三个国家 有没有预计要签哪些公报 或合作协定 有没有准备 三个国家应该都会有吧 过往的经验都会嘛 所以我们有些双边 合作譬如说在 简单说一下 帛琉这次的重点在哪里 帛琉的重点它包括了 主要就是 双边的 海巡合作的项目 海巡合作 好 要落朵的话 这一次 还是 我们也会 也会在那边 余悦作 还是哪一些 对 这一点我还 你都不知道 再给委员报告一下 马绍尾 主要是参加太平洋 妇女领袖 所以马绍尾 没有要签双边协定 领袖 你落鲁 你们现在下午要出去 你总不可能不知道 帛琉跟落鲁应该都有一些双边协定会签署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们在这部分 要很清楚的讲一下 那另外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再请教一下 因为 那个次长跟 白公这个国安会资深主任 一起去 我倒觉得蛮奇怪 是你们约好的 对不对 这么说吧 我刚刚也要去 所罗门嘛 对 后来我们知道他也在 所以我们就接触说 能不能碰个面 所以不是你们约好一起去的 还是 这样算不算约好 我也不知道您的 约好的定义是怎么样 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 白公共安会资深主任他要去 然后跟我们讲说 看问你要不要去 就跟着去啊 不然你每次跑去所罗门干嘛 所罗门是邦交国啊 当然知道啊 但你有这么多邦交国 你为什么选那个时候去所罗门啊 现在所罗门在选举嘛 所以我想 那你刚才 我刚刚问总统能不能去 你就告诉我说 政局看守内阁不方便 总统去真的不行啊 对 但是次长去就行 可以可以我可以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所罗门 这个当然 总有个理由点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去吉里巴士 所罗门 我刚刚讲 所罗门 所罗门现在在选举嘛 而且刚刚好 美国白宫国安会政局也到 那也是的确是刚刚好 你要知道全世界这么多个国家啦 尤其你要晓得 美国国安 美国在那边并没有大使館嘛 对不对 没有 理论上他应该是外交部的人去啊 为什么是美国白宫国安会的人去 他国务院的人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去 也是有去啦 刚好这个时间点他也去 我也去 那不是 我觉得蛮有趣的啊 就你懂我讲 如果你今天是美国的国务院去 用这邦交国 虽然没设大使館 或者是由他们其他的大使兼任巡访 欸我觉得这很合理 是是是 这是正常的外交行为嘛 那为什么是由美国的白宫国安会的资政主任去 那么 那一定有事情嘛 他绝对不会去观光嘛 除非要跟你约好去那边钓鱼 好像没有 对嘛 所以你们一定有目的去的嘛 所以我就要问你说 我想博明主任去 可以讲到什么地步嘛 他是送出一个很强烈的讯号 就是美国非常在意南太平洋这个地方 对 非常在意 虽然他没有大使馆 但是 这个 国安会的人 的资政主任去 那我想问一下 后来你们的 因为你也有去嘛 是 看守那个的相当 其他人你都有没有去见过面了 有 那这个美国应该有去跟他们都见过面嘛 应该是有 我什么时候知道 不然他们去干嘛 对不对 因为对他来讲 呃 这个索罗门群岛 有美国的白宫国安会资政主任去 对他们两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啦 是 所以包括他们的总统啦 总理啦 我想应该都有跟他 peace me 谈等等的嘛 一定都有类似的情 但那是美国的一个讯号 所以你认为你在索罗门这一次 你去几天 四天 四天 四天你觉得成果丰盛吗 呃 有没有达到你的疫情目标嘛 有的 对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因为你去 然后美国的白宫国安会资政主任也去嘛 我觉得这个讯号是比你去来的强烈很多啦 当然 那了解吧 是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想问一下 索罗门群岛政府 有没有充分的感受到这样的讯号 我想在我们言谈间 他们都谈到这个事情 而且非常重视 通常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很期待齁 是 我们可以最近在大选前 能够看到 索罗门的外交部啊 能够发出一个 在台湾是一个双方友好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讯号能够出现啊 是 不会因为他的政党的选举 而改变这样的一个关系 了解我讲的意思吧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特别问嘛 了解 你为什么要去 美国的国安会资政主任 这个也刚好在那边 我觉得这都不是 这绝对不是碰巧的嘛 对不对 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这么多国家可以走 你就偏偏去索罗门群岛 他又没有直飞 对不对 我再问一下次长 你这么多十七个邦交口 你全部都去过了吗 嗯 同样的道理 美国国安会资政主任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他哪个地方不去 他为什么要跑去索罗门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 在这几天 能够让我们看到 索罗门群岛政府 他们发出对台湾非常友善的 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否则你去 跟美国去 就没达到这个效果 只是 屁事密谈你嘴巴讲一讲 没有正式的讯号出来 我觉得会让某些人继续蠢蠢欲动啊 就是这样子 好以上谢谢 谢谢委呃 呃 谢谢蔡世英委员 呃 接下来我们请 曾明中委员 我没有在 我知道我知道 我让他说 谢谢谢谢 好 曾明中委员 曾明中委员不在 我们请姜乃馨委员 姜乃馨委员 姜乃馨委员不在 我们请刘四方委员 谢谢张伟 可不可以请一下徐次长好吗 部长就贝群台 次长跟所有外交部的同仁都非常辛苦 我们其实都不忍苛责啦 谢谢 那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现在外交有些困境 我先问一个很简单 刚刚我们蔡世英委员说 索罗门群统员 对我们释放出善意啦 其实可以跟蔡委员邀请一下 这个礼拜天晚上啊 我们的中华足球啊 就要跟索罗门一起打一个国际邀请赛 而且我要跟次长讲 这个是有列入那个FIFA里面的计分 听说了 那所以听说徐次长会出席 对我 我留守会议开完以后我就赶过去 我知道你不会踢球 但是你一定要出席 好我小时候有踢过啦 但是我会出席啦 小时候会踢不是踢 然后索罗门群岛的这个大使跟夫妇也一起到嘛 那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既然这个是外交部也有共襄胜举的部分的话 可不可以也方便邀请我们的立委啊 有兴趣的可以去一下 因为这个可以增加我们自己 这个立委对于我们这些 跟我们正式邦交国的一个运动友谊赛 我们马上办 马上办 这个相当好 那你一定要去喔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好好好 那再来就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跟索罗门相关的 那个我们也看到 这个跟中美相关的也丢出来个讯息 就是目前我国跟索罗门还有范蒂冈 目前的邦交状况啦 那跟索罗门相关的部分 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因为目前索罗门自己在选举嘛 那选举的结果大概就是一翻两瞪眼 还是说你们会还相当乐观的期待 未来其实我们跟索罗门的邦交状况呢 其实会改变的程度不太大 坦白跟委员说 这个因为索罗门的选举跟一般不一样 他不是总统 他内阁制 是 而且他的政党有十几个 所以选完以后 他要有一段时间是大家在商量怎么阻隔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动态的时刻 所以一段大概要两三个礼拜 甚至到一个多月左右 所以这段时间不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时间 那么我们会非常谨慎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也在操作 当然 我们会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就要发挥我们外交同仁自己本身的专业 因为我们长久跟索罗门邦交算是相当的不错 这个对于我们 不要对我们自己的国家造成不小的打击 我想这样不太好 那另外有关梵蒂冈的部分也是一样 梵蒂冈好像也最近抛出个讯息 就是并不排斥 如果习近平主席要访问的话 他们也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目前我们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讯息 确实他会访问吗 有允许让欧洲市回答一下 好 来请 你好 欧洲市副市长 是 针对就是习近平跟那个教宗见面的事情 是 我们这个都是一直跟 就是透过助管啊 部里面这边透过 跟智华大使馆这边有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那我们也随时在注意这个方法 我想站在我们的态度 就是教宗要跟任何这个国家元首见面都是开放的 但是教宗见面之后 有没有后续的包括有所谓的建交的动作的话 才是我们关心的嘛 所以这一点在外交部大概在第一线工作的同仁都非常辛苦 我们还是帮外交部来打气啦 是 因为最近我们在台湾也办了一个 跟宗教相关的这样子非常不错的国际会议 那当然后续我们希望会有后续的一个其他的动作 我来请那个徐次长来回答一下 当然我们也请到美国非常高阶的无论所大使过来 是 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内部 或是对我们国际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promotion 做的不够多不够大 我举个例子 其实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宗教团体的统战分化 其实是非常的多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以道教跟佛教为圣 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宗教活动呢 在凸显出说这个共产国家是没有宗教自由的 所以未来是不是可以朝着这方向呢 还是继续的持续做下去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里面 只要愿意尊重宗教多元化自由化跟民主国家 所有的这个价值都一致的话 可以一起来努力好吗 好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好谢谢喔 谢谢委员 好非常谢谢刘四方刘委员 次长请委 接下来请吴空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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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见了 好朋友好 能够 这是一个理念 也是一个承担 那今天因为我们要审那个跟贝里斯的那个相关的这个协议嘛 那所以我就针对贝里斯相关的工位医疗的工作来请教 那如果过程中有一些问题 我们欢迎其他单位来补充说明 这样子 好我想我们国家在医疗工会上在国际上算是做得非常好 那也值得跟我们邦交国来分享或一起来强化 好这方面的工作我想非常好 那我们也去查一下就是说 我们虽然跟他签了协议嘛 那我想一起我们这个应该也会通过 但是我们去看一下过去我们跟他们做的计划 好当然很重要就慢性病的衰竭的防治啦 好这当然是很重要 然后还有好 好那还有所谓亚冬医院的这个医疗影像系统强化 那还有奇美好这些计划 那我不想我们跟他签这个协议 不晓得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工作没有 记得我们签了 委呃委员容许让拉美斯回答一下 谢谢 委员好拉美斯报告 呃跟委员报告这个这个计划其实已经是105年就签 已经在执行了 已经执行了三年所以刚刚那个徐次长在他报告中也提到这个计划的执行成果 那这个在这个慢性病 肾脏的慢性这个病主要是在做预防的工作 知道 所以其实执行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已经在谈下一个阶段 对对对我问的就是下阶段有没有规划要做什么 呃这个是有在 就是这个刚刚您这边讲那个医疗影像系统强化计划就是他们下一个阶段想要做 就是说再加上他们的设备他们前一个阶段就是强化他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的能力 还有宣导的这个宣导的工作现在就是在装备上等等可能要做再进一步的强化 那那这个是在谈所以还没有要因为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知道但是我们跟他签了既然今天要审嘛 那我们应该去规划说帮他们做什么可能对他们最有帮助吗是不是 呃就是在在在刚刚提到就是先人力强化 然后宣导这个病患的宣导然后接下来就是设备的这个强化 我想这个是帮他们做做医疗诊断的相关工作啦 是 那这个当然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应该去看一下 过去他到底他们的疾病发生率或是 那我们应该帮他们做什么 我看一下他们统计疾病的发生率 比如说像会结合这个是当然影像很重要 但是会结合的预防要怎么做 预防更重要啊你不是从后面这个预防成本比较少 效益比较高这个很重要 那其实我们工卫或是卫福部这边做得很好啊 为什么不想往这方面来加强合作呢 另外我们看到他们的死亡率 心脏血管疾病中风糖尿病 对不起 那这跟他们生活习惯有关系 这也可以来做啊 这是工卫嘛 工卫我们台大工卫学院啊 我认教的地方都很好 我们做得很好啊 我们国内在中外做得很好 那这方面的交流 为什么不做 这方面是比较省钱的 那我们现在他们来的很多留学生 下一张 你看我们看到他留学生很多在练功位 那我们培养他们的人才 加上我们的长相 是不是应该来做这些疾病预防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过去帮他们做了 因为像肾脏病 我们如果糖尿病预防得好 其实肾脏病慢衰竭的 那个衰竭要取胜的人就会减少 像我们卫和部就统计过 我们肾脏病很多的病人是来自糖尿病的病人 所以这方面我们怎么来预防 帮他们做好预防的工作 花的钱比较少 成效反而比较高 但这方面其实建议我们应该来做 那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跟他做合作的目的 不晓... 报告委员 其实刚刚肾脏病这个 其实主要就是做预防工作 其实这个不光是做肾脏 其实我们这个计划还有 我们亚东医院的这个加入 其实在强化他们本身医护人员的能力 光这个就很重要 然后让我们他们这个当地人这个观念能够改善 就是说刚刚您讲到他的可能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 可能蔬菜用吃的不够啊 或者饮食的均衡不够 所以其实他们都有在做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这个奇美医院也要加入在贝里斯做这个医疗工作 对这个都医疗工作嘛 但是预防的工作你看 我们帮他们训练好多学生 也都在练公共卫生相关的领域 那这些人才回去 加上我们的专业 正好可以来帮忙做这种疾病预防的工作嘛 所以是不是建议这方面 我们需要出的钱可能比较少 是 那效率比较高 是 好这样 诊断医疗我们也需要帮他们建立这样的能力 了解 但是我们让他们减少病人实际上是重要的 是好不好 是 好谢谢 谢谢委员 好谢谢我们吴昆宇委员 来市长请回 那 已登记的委员除不在场外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及巡查结束 本日会议既由委员马文君刘四方等题书面咨询 请列入记录并刊登通报 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以两周内回复 本日委员口头咨询为其答复的部分 或要求补充资料者 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 那现在开始审查 中华民国政府与贝里斯政府 兼公卫医疗技术合作协定 请一次人员宣读协定的名称条文 中华民国政府与贝里斯政府间公卫医疗技术合作协定 第一条协定宗旨 第二条续用范围 第三条合作内容 第四条合作方式 第五条中华民国政府之义务 第六条贝里斯政府之义务 第七条资讯使用及保密 第八条争端解决 第九条生效修正与宗旨 以上宣读 来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 关于我们这个协定的条文内容 来我说明一下 这个上一次我们在委员会 曾经做过决议 就是说要中英文的名称一次的问题 所以像我们跟巴拉圭或其他的几个国家 我们签署的都是中华民国政府 瓜胡 台湾 应该有后面家住台湾嘛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市长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签署 并没有把这个中英文一致的情形把它弄上去 为什么 主席能不能让欧洲士回答一下 谢谢 拉美式报告主席 终于这个部分来做个决议就可以了 好 那依立法院执宣行司法62条第一项的规定 那我们的决议如下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与貝里斯政府兼公卫医疗技术合作协定 为求中英文文本一致性 中文本的本协定名称及内文于中华民国政府之后 均家住瓜胡 台湾 请外交部予以更正 其余均以备查提报院会 那这个没有问题啦 好 那院会审议前是否需要党台协商 不用 那院会协商讨论时请推派 因为委员做补充说明请推派 那就由我代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审查外交部主管 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 及财团法人套平洋经济 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 108年度预算案请布置会场 那我想 好 那因为我们的协定审查完均了 所以包括会福部及法务部的官员代表 可以先行离席没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布置会场 那我想也一并休息五分钟 让我们相关的人可以休息一下 好不好 休息五分钟 你来说 我有一群羊心夾的咋 不行 如果天二伍不在的话 我们就跳过去 全部跳过去 全部跳過 冒不差 那布置会 你不請怎麼賣那些造型 怎麼賣的那些 我賣的那些 好 熱情 有一點 你覺得 熱情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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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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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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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